他一大脑子会挺高兴 看见他了就离着郭麒麟不远 12月1日 钢丝节第三场圆满结束 在返场时 郭德纲还提起了郭麒麟的搭档颜鹤翔 想见两人一面都非常难 郭麒麟是一进组就两三个月出不来 而颜鹤翔则是骑着摩托可拿跑 还特意问了一句 两人风香是不是回来 看得出来老郭是真的像儿子了 这俩人我一天见到这边 这个弄弄的南北洲了 南极了开大摩托就走了 郭麒麟一说开戏一进组就算了 你仨越来越再婚离趟 这个东西你俩就回来是吧 哪儿就不去 自从郭麒麟走向演员的道路之后 郭德纲看到郭麒麟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郭麒麟从家搬出来自己住 父子二人除了在舞台上见面 私下独处的机会几乎没有 为了见儿子一面 郭德纲甚至带着剧组一千多人 去找郭麒麟 只为能见郭麒麟一面 想当初郭麒麟退学 还是一个很孝顺的决定 但如今进校得机会 也只能在台上 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 堂前进校却被许多网友称之为父子关系不合的传言 郭德纲从小就对郭麒麟采取了打压式教育 也成为了大家口诛笔伐的证据 但看到如今大火的郭麒麟相信郭德纲也没有后悔过 毕竟这是郭德纲最好的作品 但听到自己对大儿子不好的传言 这让老郭不由自主的杂卦调侃 看待着八万块钱金镯子的郭焚羊 和当初穷得买不起房的郭麒麟一比 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许多人看来郭德纲就是偏心小儿子 但郭德纲对于郭麒麟的爱意点也不比郭焚羊少 那时可能就是没有现在短视频那么发达 在郭麒麟的小时候 郭德纲也是会待在身边 天津郊区拍戏 这拍戏他跟着玩 一回头那是街上打铁的 铁都烧红了 跟着哒哒哒哒 郭麒麟过去了 热吗热呀 烫吗烫吗 给我一百块钱我给他舔一下 打铁的乐的 一百块钱给 我儿子借我一百块钱舔了一下 走了 小时候的郭麒麟也会在父亲怀里撒娇 宠溺地捧着脸 甚至耍小脾气 哪有什么磕带长子 区别对待 这不是跟郭焚羊如今一样吗 只不过是郭麒麟和郭焚羊年龄不同 成长环境不同 儿子一直不想面对我们的镜头 好在老郭心情不错 主动配合我们 小伙子这才同意和老爸一起亮相 可以了 可以了 你叫郭晓庚吧 应该是 你叫郭晓庚吧 除此之外 在郭麒麟退学 想要说相声的时候 郭德纲对于郭麒麟的期望 则是好好学习 毕竟相声这条道路上 艰辛和苦难 他不想让郭麒麟去经历 所以在郭麒麟说 想要说相声的时候 郭德纲父子彻夜长谈 甚至就连出国的学校都为郭麒麟选了好几个 但郭麒麟还是选择了相声 我受的那些个委屈 吃的那些个亏 不希望在我儿子身上实现 我给他联系好了 给美国的朋友 加拿大朋友 澳洲的都说了 随时这仨地啊 我们都朋友 就等郭麒麟说一声 他说澳洲 澳洲就启动了 说美国 美国就准备了 我这端着好了 他通知我 天桥 天桥 对 郭麒麟的退学 也并不是为了子承赴业 郭麒麟退学的那一年 正赶上德云社八月风波 他想要跟着父亲 一起度过德云社的艰难时刻 那时的郭德纲 并不知道郭麒麟的学习有多好 只是想着 郭麒麟不想在国内念书 咱就出国 没有想到 郭麒麟是想在德云社最艰难的时刻 陪在父亲身边 随着风波过去 德云社也更加火爆 近些年 郭麒麟也慢慢地转行到演员的行业 父子二人的见面时间 也是越来越少 偶尔回一次家 老郭都不忘炫耀 啊 找郭麒麟啊 昨天晚上你们直播的时候 郭麒麟就在我身边坐着 说什么他也不上舅 手心手背都是肉 哪有什么区别对待 更多的是 对于孩子美好的期待 如今郭德纲 再想看郭麒麟 估计也只有 给他安排工作才能看到 看到如今大火的郭麒麟 相信郭德纲心里也非常的欣慰 愿不得大家都说 生子当如郭麒麟 如此孝顺懂事的郭麒麟 谁能不爱呢 不爱呢 感谢观看